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下周四就是823炮战60周年, 基隆市长林又昌今天上午到中正公园参加823炮战纪念追思会, 林又昌说,希望大家继取战争的教训,维护台湾民主自由的制度及安全。 当年参加炮战的老兵简直想追忆说, 炮战时淡如雨下,每天都鲜筋肉条,对岸单,双日炮弹的方向不同, 逃命的方向也不同,大家都是冒住生命危险保将位土。 基隆市823战友协会今天上午在中正公园, 举办基隆市823战役胜利60周年追思会, 数十名当年参加战役的老兵,齐聚823纪念碑前追思, 并回忆当年炮战危险的情况, 市议员陈东才、韩良琪、庄荣卿等也到场。 林又昌说,今天是要纪念823炮战60周年活动, 除了追思当年的战友, 更重要的是继取战争的教训, 来维护台湾来得不易的民主自由制度, 维护台湾的安全。 今年87岁的简直祥说, 他当年从高雄到金门, 参与炮战的惊险场面仍历历在目, 他说,当年为了躲炮弹机回击, 全身就像土牛一样, 沾满土泥, 对方分担, 双日炮击, 打的方向不同, 打直的就要横住躲, 打横的就要直住躲。 823炮战是指1958年到1979年, 发生于金门, 马祖及中国大陆东亚的一场战役,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华民国国军 以隔海炮机为主要战术行动, 因此被称为炮战。 基隆市在中正公园设有823战役纪念碑, 基隆市在中正公园设有823战役纪念碑,